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记得她进手术室前可是害怕得不得了 袁青山夫妇在医院做了会 双双离开了 袁丽留下来照顾今夏 陆毅也在 陆毅暗暗观察着袁丽的一举一动 袁丽对今夏很是上心 不像是会害今夏的人 陆毅暂且将船上的事全部转移到顾身的身上 但是对于袁丽 陆毅还是存有戒备之心 在陆毅和袁丽的精心照顾之下 没几天今夏就出院了 而且她也很快回到工作岗位上 袁丽在公司也对今夏照顾有加 今夏还以为她与袁丽之间 会因为船上的事从此有了隔阂 不料袁丽却不跟她计较半分 今夏回家高兴地跟陆毅分享这个消息 陆毅忍不住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 是她想多了 还是袁丽太会隐藏了 又或许是袁丽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你在想什么呢 今夏见她愣着半天不说话 陆毅也不隐瞒 我有些好奇袁丽是怎样的一个人 今夏嬉笑着 怎么 看上她了 要不要我帮忙牵线搭桥 她呢 本来就喜欢你 我在帮这么一个小小的忙 说不定就成了呢 说到这里 陆毅都不想理她了 她却还兴致勃勃地往下说 你的优点还是挺多的 会做饭 会做家务 还会武功 关键长得还不赖 正所谓肥水不留外人田 当今夏夸她的时候 她脸上露出了微笑 那微笑还没在她脸上停留两秒钟 就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乌云密布 今夏摇摇头 拍了拍她的肩膀 您还是孤独终老吧 陆毅不悦地翻了个白眼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我一定会比你先找到一中人 今夏十分好奇 这个来自男尊女卑时代的男人 会找个怎样的现代女人 现代的女人 几乎都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 是吗 那咱们打个赌 谁先结婚 谁就能得到一份丰厚的红包 后结婚的那个没有红包 怎么样 敢不敢赌 陆毅轻笑一声 有何不敢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今夏又补上一句 到时候 谁要是反悔 谁就是小狗 今夏如此上纲上线了 陆毅忍不住笑了 她撩拨了一下自己的秀发 自信满满道 我的魅力可是很大的 追求我的人不计其数 你现在要是反悔还来得及 陆毅皱眉打量她一眼 你哪来自信 她满脸笑容地回到 天生的 人要脸树要皮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陆毅被今夏征服了 她无法接话 她心里不得不承认 今夏所说的 从未有什么女子入过她的眼 偏偏今夏入了 如此挑剔的她 都能被今夏所吸引 又何况是他人 日子就在两人这样 欢乐的伴嘴下度过 一眨眼 时间到了2020年6月 陆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来学习 她着急要参加高考 今夏也同意 就当给陆毅一个锻炼的机会 6月6号这天 今夏给陆毅收拾行李 同时也在收拾她的行李 陆毅考试的地点 离今夏的家很远 今夏在考点附近开了两间房 方便陆毅考试 陆毅不是在笑声 也没参加过模拟考 今夏不放心 便陪考 考试当天 今夏帮陆毅把考试 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 准考证 笔 铅笔 橡皮擦 削笔刀 以及饮用水 再三叮嘱陆毅在答题卡上 要写清楚自己的名字 和图准准考证好 完了 她问 我给你准备的红色内裤 你穿了没 陆毅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她也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 不是亲人又甚是亲人 在陆毅闭眼之际 她感觉她的腰上 忽而出现一只手 陆毅急忙挪开脚步 惊吓追着上去 我看看穿了没 陆毅拍开她的手 无奈道 穿了 昨天 惊吓给陆毅时 陆毅说 惊吓迷信 惊吓拦在她前面 真的假的 无奈之下 陆毅只好先开上衣 露出一丁点给她看 惊吓这才放她离开 还不忘叮嘱她一句 千万别紧张 明年的酒店我都订好了 陆毅带着校妇考场 说真的 她确实很紧张 她一个社会考生 真的不敢与在校的考生去比 她也不想再等下一年 跟今夏相处近两年 两人的情感都比亲人还亲 她担心时间越久 埋在心中的另一份情感 也会转变成了亲情 埋藏于她心中的另一份情感 她现在不能说 也不敢说 她现在什么也没有 拿什么勇气去说 她庆幸的是 住在今夏心里那个叫十三的人 近两年来一直没有出现